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在場的先進 老闆以及企劃們 大家午安 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 Grow with Google 數位學程的講師 我叫 Benson 今天的課程是數位廣告入門 其實我們的數位廣告入門 大概有三個部分 一個是搜尋廣告 一個是多媒體廣告 第三個是我們的社群廣告 因為今天我們的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只會進行兩個部分 待會兒的課程也會稍微趕一點點 因為我會把一些內容的部分去做濃縮 像我入行到現在已經將近12個年頭 其實也是很有趣 剛剛李導演也有提到 在2007年的時候 是我們的iPhone第一支手機出來 大家比較常使用手機 那個時候剛開始在用的時候 可能是iPhone4 大家可以回想那一年 大概就是我們的2010年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在十年前跟十年後 大家的使用習慣 已經開始做一個很大的不同的改變 像我的客戶 他是一個做噴霧機的客戶 那他在十年前的時候就已經踏入網路廣告的使用 那他在十年前的時候他發現 他從沒有網站到有了網站 從沒有廣告到有廣告 那他也是從2011年開始執行的廣告之後 他是做噴霧機 在場有人知道什麼是噴霧機嗎 有嗎 好有 有兩三個人舉手 噴霧機就是 比如說在飲料店的外面有時候天氣很熱 你會看到有一些在灑噴霧的水的部分 他用噴霧來降溫的部分 那個叫噴霧機 那我這個廠商 他是從2011年的時候開始執行 他本來是一個透天醋 他的起家是一個透天醋 那他的一樓就是專門在當他的倉庫來擺放資料 那他到隔年2012年開始執行的廣告之後 他從一間透天醋變成一間工廠 那之後又再換了一個更大的工廠 那為什麼有這個改變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跟大家 跟這些有使用網路廣告的人 或者是有執行網路行銷的人 一起去做成長呢 怎麼樣改變 我們可以從我們今天的課程 Grow with Google的部分去做學習 好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做Google搜尋 大家可以Google好學團Skill Shop的部分 他是專門為了數位學習者 去打造一個線上培訓的平台 那在場也許有一些老闆你們非常的忙碌 是沒有時間去做學習的 沒有關係 其實也可以讓你們在企業上的所有的員工 也可以進去裡面去做學習 那為什麼可以去做這些的學習呢 大家可以看到好學堂的部分 他有推出課程跟認證的部分 他是經由Google所有的一些使用者 以及產品專家 我們一個聯手打造的部分 而且他的課程的設計都是根據大家 在實境上會遇到的一些課題跟問題去做撰寫的 那而且如果說大家現在做學習的部分 可以依照你自己的步調 因為他沒有一個所謂上班上上課下課的時間 完全都是你們登錄帳號 要由你們自己去掌控你們自己的進度 這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們也可以在最後去做一個認證的部分 那Google的Addis的認證的課程有哪一些呢 比如說我們的搜尋廣告 跟多媒體廣告 就是我們今天上課會提到的兩個部分 那其他大家比較少接觸的可能就是我們的影音廣告 跟購物廣告跟我們的總評估的部分 那大家也可以藉由這個部分去精進自己的專業技能 而且更認識什麼是數位行銷的部分 進而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 使用我們的線上廣告來宣傳我們自家的業務 好 那搜尋廣告是什麼呢 其實搜尋廣告就是在我們的搜尋引擎上面 去刊登我們的廣告 比如說是我們的Google跟Beam 那大家可能對Beam比較不熟悉一點 Beam其實就是我們的Yahoo Yahoo的搜尋引擎現在使用的是Beam的部分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如果我按搜尋基金的話 上面這邊可以出現是我們的廣告頂端的位置 下面是我們的 下面三個也是我們的廣告的位置 那中間呢 因為這個截圖的部分我們先略過 中間會有十個我們自然搜尋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的廣告的最上面跟最下面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出現搜尋廣告的部分 那在座有B2B的廠商也有B2C的廠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廣告執行就可以依據你們的產品的項目 去設定你們的關鍵字 藉而可以吸引進來你的消費者 好 那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大家的搜尋習慣 現在會使用Google搜尋資料的可以舉個手嗎 幾乎九成都有舉手 好 謝謝 請放下 那現在搜尋廣告會查到網 你搜尋資料的時候會看第一頁的請舉手 好 有幾位舉手 你還會看到第二頁的請舉手 好 會看到第三頁的再舉手 好 會看到第十頁以後的請舉手 好 只有一位 好 但大家可以發現 現在所有消費者的使用習慣已經開始在做改變了 你會發現有些人會看到第一頁 有些人看第二頁或第三頁 那搜尋廣告它現在可以呈現的部分 是不管你在搜尋第幾頁 它都會在這些前四名跟後三名的排序的方式 它都會第一時間讓每一頁搜尋的消費者 都可以看到 那現在就有人會覺得 現在有一些 像十年前我有一些客戶跟老闆 他們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些搜尋廣告就是廣告耶 那可能引起不了我去做點擊的動作 那再過了三五年 十年之後 問這些廠商老闆 他後來跟我說他改變了一個想法 他覺得他現在反而會直接去點選廣告的部分 為什麼呢 第一個就是消費者的搜尋習慣已經改變了 因為消費者現在他發現說 他今天要第一時間要得到他的資料 他可能就會直接去點選廣告 那第二 他會現在開始發現 有一些自然搜尋的結果 不能得到他的答案 也解決不了他的問題 他有時候會發現 有時候中間十個出現的資訊 反而不是他要的資訊 有時候可能是一些農場網站的資訊 或者是維基百科的介紹 但是他今天就是要 可能要買我手上這支雷射筆 我就是要買雷射筆 我並不需要看雷射筆的介紹 所以他反而現在很多的消費者跟這些老闆們 他們現在反而改向改觀 他們會直接第一時間去做點選廣告的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判斷說 在Google上面刊登廣告是不是適合我們呢 首先我們要來看 我們第一個我們要了解我們的客戶 第二是搜尋我們的關鍵字 第三我們要來撰寫我們的廣告文案 第四我們要整合我們的廣告活動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大家要去了解客戶 那請問大家 了解客戶是 你要做廣告的時候才要了解客戶 還是你在你創業之初 你就要了解你的客戶呢 有人講話 有人說其實在創業以前 你們就要了解你的客戶 沒錯 所以你其實你在做 不管你是在做廣告 或者是你在做廣告之前 其實你第一時間 你就要去了解你的客戶 那我的客戶他很有趣 陳先生他的噴霧工廠 他很特別 因為台灣的噴霧機器在全世界 裡面的佔比其實我們算數一數二的強國 我們算是數一數二的前面的排名的部分 那陳先生他是屬於一個比較小眾的噴霧工廠 那他該怎麼從這個地方而去做切入呢 那這個時候他反而反其道而行 因為B2B那個時候的他做的方式他是 台灣當初很多已經站穩腳步是做外銷的部分 他反而從這邊是從內銷再切出去外銷 那他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在十年前其實台灣的噴霧工程 其實在台灣的部分沒有人會去做安裝 跟設計的部分跟DIY的部分 那他這個時候就發現了 其實很多台灣的B2C的廠商 比如說飲料店 或者是有一些餐廳 它是需要外部等候的區域的部分 這些都是他的潛在客戶 甚至說有一些工廠 因為他的環境太過於炎熱 他需要去做噴霧的降溫 甚至說有一些比如水泥工廠 或者是塵土比較多的工廠 他是需要噴霧機去做灑水 然後將這些粉塵去做降落的部分 才不會造成現場的粉塵量太多 造成危險 所以他的目標對象是這些 所以他後來發現他切出了一條雪路 他在台灣去做噴霧機 去做在台灣安裝DIY工程設計 甚至幫他們去評估現場 這些都是他可以做到的部分 那後來他發現 因為他的工廠是在台中 所以他就去抓了他的客戶 大概就可以在台中的區域 那後來他發現他的廠 他的範圍越做越大 可以越做越好之後 他就發現我可以擴展到中張頭 甚至到後來到台北跟南部的地方 也都沒有問題 那再來你就是要去了解說 你的客戶他們重視的是什麼 其實這些客戶他們 你如果單純的給他噴霧機 這些客戶不會安裝 所以十年前我的噴霧機的老闆陳先生 他就成功了 他就是幫我們去做安裝的服務 並且去跟他們去做專業的諮詢建議 比如說你這個廠房是多大的空間 你需要安裝幾條的線路 甚至多少的噴頭 那他這個部分他都可以幫你去做 詳細的規劃跟建議 所以這個時候他去做 發現了他的消費者的一些想法 跟他重視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了解他的客戶 他也踩出他的第一步 他就成功了 他切出他對的市場了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去規劃你的關鍵字 那剛剛有說到 關鍵字就是用來比對使用者搜尋字詞 與廣告字詞或詞組 那你會發現這個的形容非常的長 其實我們簡單的來說 比如說我要買手上這個雷射筆的話 我可能要搜尋什麼呢 在場有人有想法嗎 好 我看到有人嘴型說雷射筆 對還有什麼簡報筆 甚至有人會答什麼 簡報筆推薦 那這些我等剛剛講的這些關鍵字 其實就是我說的部分了 關鍵字是用來比對使用者搜尋字詞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來建立一些我們的關鍵字的組合 比如說今天我要去搜尋 噴霧機 南投廠商 那我也可以去搜尋什麼 因為這個呈現的是PDF檔 不是簡報檔 所以他把一些畫面去做擷取了 所以他應該是有個動畫的部分 那他動畫的部分前面有三個圖一樣 比如說他可以搜尋噴霧機 我可以依據不同的服務跟面向來發想 那第二個我可以搜尋什麼 噴霧機價格 或者是什麼 第三個噴霧機推薦 或者是我們最後我們可以依據我們的區域 比如說噴霧機的南投廠商 我可以這樣來搜尋 所以其實我們的關鍵字 可以從很多不同的面向來發想 可以從你的產品 甚至你的區域 甚至你的競爭對手 這些部分都可以去做發想的部分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會跳的會比較快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有關鍵字 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我們來搜尋使用 比如說我們關鍵字使用衛生紙的話 我們的關鍵字列出衛生紙之後 那我們就會出現我們的廣告文案 那你會發現 好的一個廣告文案會跟什麼有關係呢 會跟你的關鍵字跟你的文案的內容 你會發現上面這兩個 一個是愛買的廣告 一個是HOLA的部分 好 那你會發現 愛買的廣告上面的文案裡面 會出現衛生紙 HOLA也有出現衛生紙 所以當你的關鍵字跟你的文案的 關聯性越高的話 那你的廣告的品質分數就會越好 所以你會發現下面這兩個 反而下面的文案就沒有出現衛生紙 所以它反而它的排名的次數 次序就反而會比較後面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搜尋結果頁面上的廣告的文案 會跟你的搜尋字詞的關聯性會越高 那接下來大家就是看到我們的廣告帳戶的結構 我們的廣告帳戶的結構 這邊可以看到是Google Addis的帳戶 接下來是廣告活動 接下來是廣告群組 再來是文案關鍵字 那這樣子列出來之後 你們可能會覺得有點複雜 那其實我們這邊可以執行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廣告帳戶 我們設定了之後 可以去設定我們的廣告活動 那如果貴公司你們的產品 有很多的面向跟產品組合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做不同群組的建立 比如說洗髮精跟護髮 我就可以依據這兩個不同的產品去做區隔 那今天當我們的消費者 他是有護髮需求的話 那他就會用護髮的關鍵字去搜尋 我們也可以進而帶出我們護髮的文案 那你可以想想看 那當我們沒有去做群組的分割的時候 當我們沒有去做群組的分割的時候 就會可能會發現 我會對應到不同的文案 所以會建議在座如果 在座的各位的廠商 如果你們未來有在執行你們的 廣告的關鍵字的話 你們可以去依據不同的產品 去做不同的廣告群組的分類 這樣我們可以帶出不同的文案 讓消費者去看到比對出來的結果 那進而我可以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 所以像是通常賣髮品 那甚至有可能還會去 可能會再去增加第三個群組 可能是吊髮 那可能吊髮的群組的話 他可以再新增吊髮的關鍵字跟吊髮的文案 進而去吸引到更多的消費者 那最後這一場的課程 我稍微帶到一些實作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登入Google Ads的帳戶 那Google Ads的帳戶其實很簡單 你們只要有Gmail的帳號 上網去搜尋Google Ads 那登入之後 你可以去輸入你的Gmail的帳號跟密碼 你就可以直接刊登你的廣告 那當你刊登廣告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取廣告活動的部分 你就可以去建立屬於你的廣告活動 那你從這邊可以看到 比如說剛才有提到噴霧機 你可以去設定你的廣告活動是噴霧機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指定你的區域 比如說他目前第一年 他想要主打的區域是台灣 我就可以執行台灣的部分 那在座有很多廠商 你們有的是B2B 有的是做國外的部分 你也可以設定 比如說你要投放美國 也可以投放美國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因為你已經做過很多年的 國外外銷的部分 你會發現可能你的客群在美國 可能分佈在美東 那你也可以依據這個部分 去抓取比較偏向美東的州 因為美國有分各周線的部分 可以這邊的部分去做設定 那你也可以指定語言 像這個廠商他就指定的是台灣的部分 是中文 好 那這個時候你也可以設定你的廣告時段 那網路廣告跟以前的傳統媒體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在哪裡呢 比如說以前的電視廣告跟報紙雜誌 你今天已經確定檔期 你跟他買定了之後 你是不能變更的 因為你已經跟他預訂好時間了 但是網路廣告不一樣 它是可以隨時隨地去更改你的開始跟結束的時間 所以噴霧機這個客戶 他的旺季就是在夏天 那夏天的部分他就會在夏天的部分去設定 他開始的時間跟結束的時間 那他也可以依據說 如果他的夏天這次熱的比較久 他就可以把時間再往後延 那這個部分都可以去設定跟時間 然後進而可以在那個區域跟那個時間 出現你的搜尋的廣告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去判斷說 你的客群大概是在哪個區域跟時間 都可以去做設定 那進而可以去設定我們的關鍵字 那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關鍵字 其實這邊就更細的 可能跟你們以往認知的比較不同 我們的廣告搜尋的文案 其實還可以增加一個叫做額外資訊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有一些廣告的文案的出現 下面還會出現一些額外資訊 那這邊就可以另外設定 那為什麼要設定額外資訊的部分呢 因為你今天設定額外資訊的話 其實還可以增加你們廣告的品質分數 進而提高你們的排名 甚至也有可能降低你的點擊成本的部分 所以這是額外資訊的部分 那額外資訊的設定 你也可以去想想看說 你們現在商品的熱賣商品有哪一些 你們就可以把那些熱賣商品去做 直接設定在這邊 那進而消費者在找一些商品的時候 他不用進去你的官網 一直按每一頁查找之後 才能找到你的熱賣商品 他可以到直接就看到你的熱賣商品在這邊 他就可以直接去做購買跟連結 那甚至說今天你如果你有些出清品 你假如想要立即上的去做銷售 讓消費者馬上看到你的特賣品 或者雙11即將到領的 雙11已經將到領了吧 你們也可以把你們雙11的特賣活動 也可以列在上面 讓消費者可以第一時間就點選進去 而不用從官網慢慢的查找才能找到 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應該在座很多人都有參加過展場的販賣 如果你們的展場動線 是越順利讓消費者找到的話 其實你們的消費者購買的意願 跟購買力就會更高 所以這邊也就是相對的提到一些 夠你的動線的部分 怎樣可以更快讓消費者知道 那上述就是我們所講的搜尋廣告的一個 簡單的介紹的部分 那這邊也是跟大家講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笑話 像是我有一個朋友叫Eason 那Eason他有一天得了痔瘡 那大家知道第一個知道 Eason得痔瘡的是誰嗎 有人跟我講老婆 不是 其實是Google 因為Eason他其實很有趣 他第一時間 他沒有讓他老婆知道 他其實第一時間是Google搜尋 痔瘡哪裡可以醫治 痔瘡哪裡可以掛號 痔瘡怎麼樣治療 所以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時代 你會發現 萬事問Google的時代已經到達了 Google可以透過大數據 來了解所有消費者的需求 所以你會發現 Google可以透過所有的大數據的部分 來了解你這個消費者喜歡什麼 喜歡看什麼 他會依據你的習慣來出現廣告讓你看 好 那甚至說今天你要從消費者的搜尋歷程出發 在每個階段跟我們的消費者可以緊密的接觸 那比如說好了 今天你要搜尋低基金 你要搜尋低基金的話 有一些消費者他可能還不曉得低基金是什麼 他可能會Google低基金跟基金的差別 那這個時候他終於知道 原來低基金就是像我以前阿嬤在熬的那個基金 用一隻雞燉出來的部分 那叫低基金很好喝 好那他第二次他想要買低基金 他可能會在搜尋什麼 他可能會搜尋低基金推薦 好那推薦完了之後他看到有好幾間廠商 好那可能第三次在搜尋他可能會搜尋什麼 低基金優惠價格 這是他第三次搜尋 他終於發現有幾間有優惠價格 那他做完功課之後 第四次他可能會搜尋低基金 最後你會發現 其實消費者他買東西的時候會只搜尋一次嗎 不一定 他會搜尋好多次 那我們怎麼樣在消費者的搜尋歷程中 每一次都可以出現呢 我們怎麼樣可以緊密接觸呢 這就是我剛才前面跟大家所說的 你的關鍵字的設定是非常的重要 那外銷的廠商該怎麼做呢 比如說我們的關鍵字可能就要設定 你比如說是噴霧機 可能是噴霧機廠商 噴霧機供應商 噴霧機零件廠商 這些等等的關鍵字你可能都要設定 因為這些都是一些外銷的人員 這些採購他們可能會搜尋的關鍵字 那怎麼樣不在這些關鍵字而 不被他們而loss掉呢 這邊就是你們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去做緊密的接觸 那再來就是要定定我們的搜尋廣告目標 跟持續公共經營 現在不是單純你丟廣告就結束了 其實你應該是你丟入廣告之後 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成效到底在哪裡 比如說你今天投入了3萬塊的廣告費 你要去評估說你這3萬塊廣告費 你得到的詢問跟諮詢甚至業績的狀況 那如果說你今天投入3萬 你得到了只有5萬塊的一個回饋 那時候你就要評估 有沒有哪裡要再改進的部分 那你第二個月第三個月 你要這樣一直一直的去做調整跟處理 那像外銷的部分你還可以怎麼樣去做處理呢 前面有報表的部分可能因為比較沒有時間 沒有辦法立即的拉出報表讓大家看 那其實關鍵字廣告的部分 它可以依據說消費者按你的廣告之後 如果消費者有跟你去做Email的諮詢 或者是點選諮詢的按鈕 或者是聯絡你們我們可以去做追蹤 那我們可以去做完追蹤之後 我們可以去判定說他今天是在哪些國家 去做點選跟諮詢 這些都可以是去評估的 那最後你可以去算出你投入的廣告費 一共得到多少的諮詢量 你再來評估說這樣的成本你們划不划算 那我剛才講的說比如說我投入3萬塊 但是他這一個月一共得到了30個基本的詢問 我們就拿3萬塊去除以30 我們可以得到這一個轉換成本叫做1000元 那你可以去想想看這1000元的轉換成本 對你們來說划不划算 你們花了1000元會有一個諮詢 那如果你的諮詢成果就是一個貨櫃出去的話 那這個就代表這是划算的 所以你們也可以從這個部分來去訂定你們的廣告目標 進而來持續溝通經營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可能會再帶快一點 那我今天只是在講最後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多媒體廣告的部分 那多媒體廣告是我們眾多的發布商網站上面 可以刊登我們廣告 那多媒體廣告是什麼 有誰知道什麼是多媒體廣告嗎 就是你可以在很多網站的旁邊 會看到一些圖片式 就是banner式的廣告 這就是我們的多媒體廣告 那到底我們的多媒體廣告 跟我們的搜尋廣告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我們現在在 我們現在在網路的世界 其實我們常常會被很多事物給信 你會發現這邊有很多東西 那我相信這個數字一定現在越來越誇張了 那其實大家怎麼知道網路對我們有多重要 大概就三個時刻你們會覺得對我們網路 你們會覺得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就是你忘記帶手機出門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網路真的非常重要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很少沒有辦法出國嘛 所以你會發現出國的時候 我們需要手機無線網卡 甚至Wi-Fi 這些都是Wi-Fi機這些都是很重要 那第三個大家發現網路很重要的時候是什麼 辦公室有同仁在喊 啊Wi-Fi斷了 沒有Wi-Fi了 這個時候大家都會發現 原來網路對我們來說是多麼的重要 那我們現在就要看說 我們要怎麼用適當的費用跟適當的方式 在適當的時機可以接觸適當的使用者 對品牌來說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字真的非常老舌真的很長 只是簡單的來說啦 就是三個字 怎麼樣跟你們消費者談戀愛 怎麼樣在對的時間 用對的方式找到對的使用者 真的很重要 好 那你可以看到喔 現在每一個消費者啊 他們在使用網路的情形 大概可以分成這兩個數據 我們在使用網路整體的一整天的時間 其實我們只有兩成的時間 會去搜尋資料 那另外八成我們都在做什麼 我們另外八成可能在看網站 可能在收Gmail 可能在看YouTube 可能在滑FB 有可能在滑Line 看Line Today 所以另外八成的時間 我們都是在使用其他的活動 那我們的搜尋廣告啊 主要的部分啊 就是用搜尋關鍵字去做搜尋 可以看到你的廣告 但是多媒體廣告 它就可以在其他的網站上 都可以帶出你們的資訊 那台灣的多媒體廣告 大概可以觸及96%的網路的使用者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它可以涵蓋的網站 真的非常的多 天下雜誌啊 MOMO啊 商業週刊啊 民視這些 或者是ET Today新聞啊 這些都可以出現 Google的多媒體廣告 好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去看看 你的目標對象是哪些 剛剛我提到嘛 像是噴霧機它的對象就是飲料店 或者是一些商家或者工廠 那這個時候如果它做多媒體廣告 要曝光給哪些人看呢 它比如說它就可以曝光說 有一些部落客在分享一些 安裝噴霧機的流程的網誌 或者是有一些 Mobile 01 有一些DIY安裝的實力 或者是有一些新聞網路新聞 會講到怎麼樣去為你的廠房 或者是室內 室外去做降溫的一些新聞的資訊 這個時候都可以帶出來 那這個時候可以鎖定的方式有哪些呢 因為還是陳如剛剛說的 因為這份不是簡報檔 可能是剛剛資料有放錯 所以是用PDF檔呈現 所以它沒辦法去做動畫調整 所以廣告的工具的出現 它大概有六個方式 我可以利用內容聯播的方式去做呈現 比如說我的看的新聞的內容 裡面有提到噴霧機 或者是有提到螺絲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帶出我的螺絲的廣告 或者是我可以指定廣告 可以投放給商業週刊 那我商業週刊出現的時候 我的廣告就可以專門的 再出現在商業週刊 這叫指定投放 那第三 我也可以針對 我可以針對所有的網 Google會針對所有的網站去做分門別類 所有網站去做分門別類 所以比如說像Dyson Dyson當初賣的最好的受眾 其實不是家庭主婦 一開始賣的最好最好的 是竹科的工程師 為什麼呢 因為Dyson它其實有一點貴 當初一進來的時候 大概一台要四萬多起跳 為什麼竹科工程師願意買單呢 第一 他覺得科技感十足 因為它可以組裝像變形金剛一樣 第二 工程師的口袋有點深 所以他願意去做購買的部分 所以後來發現一些高科技 像這個是電動充牙機的部分 這個廠商他就會覺得 科技類的部分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 我廣告就可以指定在主題 我剛有提到嗎 Google可以根據所有的網站 去做分門別類 所以它可以分門別類 在科技類的部分來帶出它的廣告 好 那第四個是什麼 第四個我也可以依據受眾的部分 我可以依據年齡跟性別去做切割 那第五個是興趣 我可以 剛剛有說過 Google可以針對所有網站 去做分門別類嗎 那Google也可以針對 在座所有現場的觀眾 在場所有的學員跟老闆們 我們去做分門別類 比如說今天我比較喜歡運動 我就會被貼上運動的標籤 我就屬於運動的部分 所以比如說像傑安特 傑安特的廣告 就可以專門投給運動的人看到 所以不管他 我今天在搜尋什麼 看什麼樣的資料 我就可以看到傑安特的廣告 那最後一個就是 現在大家會常常遇到的一個廣告 多媒體廣告叫再興銷 如果大家會發現 最近如果點選一些網站 或者是看過一些網站的資料之後 你會發現 你點選過之後 你之後再瀏覽其他網站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廣告會出現在你身邊 那這個廣告的功能叫做再興銷 那再興銷它使用的功能就是說 你只要有到過它的網站 你就會被記錄住 那之後Google就會判定說 也許你對這個產品還是有興趣的 它就會再一次帶出你的廣告 讓它去看到 那這個就叫我們的再興銷廣告的部分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就最後再講三分鐘的部分 所以最後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要製作多媒體廣告的部分 這邊就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利用圖片跟文字的部分 一起做呈現 好 那當然如果說你的產品是 圖片可以更吸引人的話 所以會以你的圖片的部分 居多呈現會比較恰當 好 會比較恰當 所以你會看到 這是圖片跟文字的部分去做呈現 那你的這多媒體的部分 你也可以依據 如果說你們自己有存圖片 你們可以做滿14個尺寸 你也可以統一上傳 那就不會再出現文字的部分 而且可以去出現指定的圖片 這也OK 那現在有個最新的功能 叫HTML5的圖片的格式 它可以像是GIF檔的呈現方式 但是又不失真的狀況可以呈現 那如果在場的諸位 如果之後有像這些些許的問題 也可以事後跟我來詢問 都沒有問題 那今天這個課程 就是我們的Skillsharp的好學堂 跟我們的課後問卷 那不好意思 因為現場在設定那個檔案的時候 沒有設定到簡報檔 所以才會有這種 有一些頁面沒辦法跳過的部分 請各位見諒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都可以向我詢問 謝謝